花蓮這次凌晨兩點多 發生了兩起觀摩六以上的地震之後 造成了花蓮最小三棟建築物傾斜 你想像一下晃了這麼大力 而且時間又在三更半夜 然後你起床之後發現 有房子被晃倒了 所以你會不會想到這個問題 你如果睡覺睡到一半的話 地震如果真的來 你到底該不該逃命 內政部在後續就提醒了 假使說如果地震真的來了 其實你在第一時間 不應該逃跑 你應該怎麼做呢 你在第一時間 你應該要持續待在床上 因為如果你在強烈晃動的過程當中 嘗試移動 反而很容易被東西給砸傷 所以最好的辦法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張圖片 轉身直接趴在床上 而且把你的腳縮起來 拿枕頭保護你的頭部以及頸部 直到搖晃停止 但是這邊你可能會問說 又不是每個人家裡面的擺設 都適合這種奪法 所以後來消防署也出來分享了 應變的法則 大家還是要提前做好準備 包括床鋪不要放在電視書架 或者是其他大型家具之前 另外手電筒 你也可以準備好放在床邊 接著包括了拖鞋 鞋子 假設如果真的地震來了 有東西破了 最好放在床邊 你也可以直接穿著鞋子 避免踩到 最後手機一定要放在先手 可以拿得到的地方 不過假設你是在完全沒有辦法 先行做準備的地方 譬如說你在戶外人行道 在商場 在電影院 甚至在郊外辦公室等等 你沒有辦法先準備說這些家具 到底應該放哪裡 那你應該要怎麼樣緊急安全法則 你要緊急三點 包括了趴下 掩護 跟穩住這三大原則 那後來消防署也說了 其實過去一直有一些迷思 假設如果地震來了 你應該要趕快往外跑 趕快把門打開 其實這相關的動作 反而都容易讓自己受傷 因此最近地震頻繁 相關安全續機也提供給您 來做參考